能辟邪的爱好香飘端午 竟真能杀灭病毒 从爱业的功效上来分析 爱业它是有一个杀菌和抗菌的作用 芳香的爱业食品 吃不好竟是健康杀手 我们使用爱业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 因为爱是一个温性的药物 它是温热性质的 那么长期服用满回对人体 有一些不利的影响 中华医药端午寻爱 马上播出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中华医药 农历五月初五 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节日 端午节 过端午节是中国人 两千多年来的传统习惯 中国地域广大 民族众多 各地也有着不尽相同的习俗 而有一句俗语叫 清明插柳 端午插爱 端午插爱的习俗 从古至今 在中国各地广泛流行 每逢端午 人们在田间采集新鲜的爱草 悬挂于门口 厅堂或窗户上 以辟邪驱毒 期望安康吉祥 民间流传家有三年爱 郎中不用来的谚语 而端午为什么插爱 这爱草和我们的健康 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它真的能辟邪驱毒 保健康吗 明代李时珍之父李延门 在他所著的《奇爱传》中 称赞爱业 产于山羊 采于端午 治病久疾 公非小补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 副方中也收载了 用爱业治病的丹艳芳 有五十多个 在今天的节目里 我们就和摄制组一起 走进李时珍故里 湖北齐春 去看看那里的老百姓 是怎么过端午的 怎么用爱防病治病的 端午时节 又一个新生命 在湖北省 齐春县鸿门楼村诞生了 按照齐春的风俗 新生儿要洗三 也就是孩子出生三天后 长辈用去年备下的 肝爱蒿 煮水 为孩子洗澡 祝愿孩子一生平安健康 这流传千百年的风俗 看似简单 实则却是对孩子健康 极佳的选择 从这个爱业的功效上来分析 爱业它是有一个 杀菌和抗菌的作用 而且还有一个方向避讳 还有一个方向行脾 开窍的作用 那如果要是孩子呢 通常来讲 一个是疲惫弱 二一个呢 可能还有一个 能量是有一个清洁皮肤的作用 特别是小孩 他体质比较疏尿 刚出生以后啊 那么通过洗二十岁澡啊 可以那个帮助到 提高他的这个 这个肌体免疫力啊 防止一些疾病的传播啊 都会有很好的作用 慢慢就会流传下来 这种习俗 我想跟他的这个 孩子的脾胃要强健 至少能够吃好 才能生长得好 还有一个就是 减少疾病的发生 那疾病发生的少 那身体也会生长得好 每年端午 家住齐春县鸿门楼村的 胡勋光老人 总会带着家人 上山采爱蒿 在齐春人的眼中 这种极其普通的植物 却是他们生活中 少不了的一味神奇的药材 齐春人过端午 绝对少不了爱蒿 芳香的爱蒿 是齐春人端午节中的主角 胡勋光老人 今年已经九十二岁 但每年端午 采爱 他一定拉不下 中国人自古便有端午采爱的习俗 中国人自古便有端午采爱的习俗 在端午节这天 人们一般会在太阳未出生前便来到野外 以露水洗脸 早早地把艾草带回去挂在门上 但人们不知道的是 我们的先民最早使用爱蒿这种植物 跟治病无关 而是作为引火的工具 古人发现 爱蒿神奇的药用价值 竟然和远古时候主管火种的人 有着密切关系 这古人用爱之前 最早还是把它当成一个 就是容易取火 容易燃点 因为它燃点比较低 有一个部落里面 他们为了取火 要保存火种 专门有一个人是负责 保存这个艾草 作为这个部落的 那个火种储存的 那么古代一个传染病 一个流行病过来 一个村子 或者一个部落的人 都全部死掉 那只有放有爱业 这个家里面人是没问题的 然后后来就总结一下 说为什么他们家 有这种特色 特点 说是因为运气好 还是命好呢 后来发现他们家 那个是家里头 四壁挂的都是艾草 然后后来发现说 那这个在 后来这里面呢 就有一个很聪明的人 就跟这个部落里的人 所有人都说 在容易瘟疫流行之前 家家都挂上这个艾草 然后发现这个瘟疫流行 就减少了 那么现在研究表明 艾液 灰发油 对细菌和病毒 都有很好的撒灭作用 和大多数中国人 端午时节 清晨采爱不同 齐春人会在正午十二点 来采集爱好 当地人都说 这个时候采集的爱好 最是芳香 药用价值最高 我们当地老百姓听了一些老中医说 这个岛午节 这个时间采集最好 为什么这个地方最好呢 因为爱是顺羊植物 爱身在我们这个七春 这个地灵人节的地方 它也吸尽了天地的灵气 所以它在中午十二点 这个五十的这个时间采 它的那个功效最好 功效最好 既然它是那个顺羊植物 那就是一天十二个时辰 五十是阳气到顶的时候 所以爱也必须在这个时候采 采到这个爱以后呢 我们把它阴干 当天要放一些这个情爱 把它砸成爱糊 摆在民边 其他的大部分 就把它放在这个阴凉的地方 把它阴干 以后就家庭备用 爱蒿遍布大江南北 由于它太过普通 人们根本不会留心它的存在 但是爱业啊 却是中药历史上 最悠久的药材之一了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 说爱业以齐周者为胜 齐爱也一度成为朝廷的贡品 在今天的齐春 齐爱是老百姓生活中 最常备的药材之一 齐周的爱业究竟好在哪儿 让这里的老百姓 绵延千百年推崇备至 我们来到了齐春的乡村 一探究竟 胡勋光老人带着才好的爱蒿回到家时 胡家的庭院早已经被媳妇们打造得干干净净 92岁的胡勋光有六个子女 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全部加起来有四十多口人 儿孙们虽然大多在外地打工 但只要一有时间 大家都会赶回村里陪老人过节 看着孩子们包粽子编爱虎 总闲不下来的老人家 也跟着忙活起来 悬蒲剑挂爱虎摆携厨 这是齐春当地的谚语 端午时节 齐春人不仅会挂爱蒿 做爱膏 还会洗爱枣 点燃干爱 雄黄熏屋子 这时候 长辈还会给小孩子挂上爱叶香囊 保佑他们身体健康 齐春人端午采爱不仅是为了过节 更把这一天采的爱蒿 阴干后储存起来 尘爱更是当地人家里的宝贝 每家每户都会储存一些 以备不食之需 胡勋光老人的女婿张良森 每年都会给胡老汉准备一些 我们齐春人把秦爱当保 每家每户 每年当务节都要采这个案 像这个案已经出产了三四年了 像每一家都能拿出一捆几捆的 因为这个案对我们的作用太大 伤风感冒啊 这个产出了产孩子那个 生产孩子洗澡啊 小孩子那个生下来也要用它洗澡啊 老人经常要用它泡脚 春午前后 正是长江流域的梅雨季节 齐春的雨也说下就下起来 胡家的虫外孙女张楠 过节多吃了些东西 又在外边淋了雨 回家就开始肚子疼 听到孙女肚子疼 张良森赶忙拿出家里 用尘爱叶打成的爱荣 仔细地捏成了七个小药丸 据说 古人以爱好入药 很多时候都讲究七这个数字 以增加药效 三个一次 它含进去 含进去就吞口水 就全部吞了 你看这剩下的液 都把它吞掉 那放掉 好 好 站起来吞 喝了就吞了 不大口水 因为它腦子不舒服 吃东西吃多了一点 那我就给它敷几个吃饭碗 但是我们就说是农村 我们在说是顺气吧 顺气 因为那个起岸 它本身那股香气 吞到那个腹部以后 它起这个消化的作用很快 效果很好 其实在我们起春的这个民间 用爱有很多习惯 比如小孩小时候啊 就是如果患感冒 抽起的话呢 就用爱水来洗脚 或者泡澡 这对防止感冒的发生 是有非常好的效果 另外一个方面 比如小孩啊 消化不良啊 腹泻啊 那些都可以用爱 如果是鲜嫩的爱液 或者肝癌也都可以 把它搓成一个小痰 用温水腾腹进去以后啊 对治疗这些疾病呢 有非常好的效果 其爱在齐春人的端午节中啊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不仅仅是端午 这里的人啊 从出生到去世 一生都离不开其爱 爱液对于这里的人 不再仅仅是一位中药了 更像是一位蕴含神奇力量的保护神 千百年来庇佑着这里的百姓 端午时节 中国中医科学院 西院医院治卫病中心主任张晋医生 也来到明医李时珍的故乡 齐春人使用爱好治病养生的方法 是他最感兴趣的话题 千文万户 玄娼爱 出城石里 闻药香 这是南宋诗人陆游 对齐春端午时节的引诵 今天在齐春的农户家中 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这份诗意 老胡家的儿媳 刚摘的新鲜爱叶的香味 吸引了张晋医生 每年的端午 齐春人都会用新鲜的爱叶 来做一些节令糕饼 这个是什么时候摘的叶子 今天摘的 今天摘的 味道很香 很新鲜 您平常的时候是 每一年都是这个节气来摘的 这个节气 这个节气很好吃 也好吃又香 有定位也好 每一年都是这个时候来摘叶子 做什么吃呢 就做不好吃 也可以煮饭吃 也可以煮饭吃 煮饭吃也行 今天摘的味道 它做便利 这个搓出来有点 带了一点薄荷的香味在里面 新鲜的爱叶 总是散发着浓郁的香气 古人所说的爱好 能够辟邪 正是源于这种香气 我们到了这个 爱叶的这个种植地 刚一到这个地方 就会发现 香气扑鼻的感觉 我们再把这个叶子 再剪下来 搓在手上的时候 就会闻到一种很香的 包括有一点薄荷味 有一点这种爱草的香气 还有一种草药的香气 这个实际上香气 来源于它的挥发油 所以这个时候 它的挥发油是比较浓厚的 新鲜爱叶做成的节令食品 也具有浓郁的爱香 这源于爱叶中的挥发油 爱叶的挥发油 也正是它具有消毒避汇 防温杀菌的功效所在 它是一个叫应结的食疗方法 那么按现在就讲 其实它的主要作用 也是达到一个叫避邪的作用 那么通过使用一些爱制品 那么起到一个消毒灭准 或者杀灭细菌 或者逆致病毒的一个作用 日防传染病的发生和发展 现代研究表明 爱叶挥发油对细菌和病毒 有着很好的杀灭作用 特别是对甲型病毒效果更好 而很多瘟疫和流行病 正是甲型病毒引起 端午的爱香 保护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子孙 世界上就是温柔的流行 大流行 在欧洲死人最多的一次 是达到2500万 那我们国家曾经有一个民宿学家 他研究这个 他认为为什么中国会出现 没有出现欧洲那样的温柔大流行 那么这个里面 真正起作用的就是爱叶 所以这一点来讲 爱叶的辟邪作用 是为保护中华民族的生存 反应是做了很大的贡献 爱叶食品既美味又养生 但我们在制作爱叶食品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选用鲜嫩的爱叶 还有一个步骤千万不能忘记 那就是爱叶一定先超水 去除爱叶中的刺激性成分 在食用爱叶食品的时候 专家还有重要提示 它是一个温性的药品 那如果要当成食物来吃 它也是含有一定的温性的 那对于那种体质偏热性的人 比如容易着急呀 上火呀 口干舌燥大便干结 然后容易口舌生疮 那这些人 我建议他还是要少吃一些 爱叶实际上食物的体质 就是寒性体质 食性体质 舒寒性的体质 那么用爱就比较好 那么另一个方面呢 就是爱叶的食疗啊 它是有季节性的 而且是有用量 用法用量的助力控制的 我们就建议啊 就是这种不要长期服用 在胡勋光老人的家中 张静医生发现 92岁的老人家 耳聪目明 动作敏捷 根本不像年近百岁的老人 每天都要走一走 活动活动 活动啊 我给您好好卖吧 爷爷 您平常都喜欢吃什么呀 我看看你的食物 我看看你的食物 不挑食 什么饭都吃 牙都是自己的啊 一人也好 刚才看了这个人 那个老人的脉呢 真是还是比较强的 尤其是他的两个尺脉都很强烈 老人的生活方式非常好 一个是说心态比较好 二一个呢 是每天都坐不住 都要活动 每天的运动 关键的老人是 再好的菜 他只吃到七分饱 不是吃得特别饱 然后能够自我的控制 面对92岁的胡勋光老人 我们总是追问他的养生秘诀 当我们看到老人和儿女们 围成一桌共享端午的时候 我们体会到 这也许才是老人健康长寿的 重要原因 能辟邪的爱好香飘端午 竟真能杀灭病毒 从这个爱业的功效上来分析 爱业它是有一个杀菌和抗菌的作用 芳香的爱业食品 吃不好竟是健康杀手 我们使用爱业的时候 也要特别注意 因为爱是一个温性的药物 它是温热性质的 那么长期服用满回 对人体有一些不利的影响 请继续收看中华医药端午寻爱 慎应自然 天人合一 是中国传统的养生理念 胡勋光老人九十高龄 却精神绝朔 和他在齐春乡村 健康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 而齐春人养生致病的法宝 也和这奇爱有关 每天傍晚 胡勋光老人的孙媳妇 总会拿几根 去年端午储存的甘爱煮水 这甘爱煮成的一锅热水 是胡家小辈的一片孝心 这也和胡勋光老人 八十岁后的一个习惯有关 师父呗 水糖盘呢 盘好 盘好 这水盘师父 老年男性和阳气不足的人 他会有失眠的问题 跟这个甘肾的阳气不足有关 所以用暗夜来泡呢 它既可以有温经通落作用 还可以有一个温补阳气的作用 所以泡脚是非常合适的 爱水泡脚非常适合阳气不足的老年人 但老年人一定要注意水温的合适 尤其是糖尿病人 糖尿病的人呢 他会出现一个下肢的 那个周围神经的病变 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呢 会有糖尿病 会有一个下肢的周围循环的病变 他对温度呢不是很敏感 所以他在泡脚的时候呢 尽量还是要谨慎一些 要子女呢帮他试这个水温 然后泡的时间呢也不宜过长 这爱业呀 不只是在几千年流传下来的 民俗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更多的时候啊 是和中医当中的一种传统治疗方法 联系在一起的 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爱酒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酒字 上面是一个酒 下面是一个火 这意思呀就是 长时间的用火灼烧 听上去很简单 但实际上啊 爱酒有着很多的讲究 和不同的操作方法 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湖北省黄岗市 齐春县城南医院的 一间诊室里 韩善明正在准备用爱条 来给病人做酒疗 怎么不好啊 这个体育啊 这个地方痛苦 要不要狠 这呢 这个地方 这要痛 中间这个地方 对对对 那你就这样睡着 这样 这样睡着 我昨天在给你做的时候啊 有点烫不要紧 但是能忍受的 受不了你给我熟一身就行的 不要动 烫我就知道 好不好 对对对好 当患者准备好之后 韩善明先是在疼痛的部位 垫上了几层纱布 然后将燃烧的爱条 直接按压了上去 有实验表明 爱条燃烧的温度 可以高达几百摄氏度 所以人们用爱条进行救疗时 一般都是将爱条 小心翼翼地靠近体表 可韩善明 确实将燃烧的爱条 隔着纱布 直接按压在皮肤表面 为了保持火力 还是用两根爱条 轮番上阵 压一下以后 爱条的口 就燃烧了再差一些 然后就换另外一根 避免那个治疗 热力治疗的中弹 眼看着纱布 瞬间被爱条灼黑 真是让人有些担心 那这样不会烫伤皮肤吗 不会不会的 一次三五秒钟 以病人能够允受为限度的 是通过每个协会操作 五到七次 七到九次都可以 为了避免爱火 完全穿透纱布 烧伤皮肤 韩善明将每次停留的时间 控制在三到五秒钟 这样短暂的停留 又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这个皮肤我们在湿胸的部位 皮肤是潮红的 就是这一小块 温度 逐步的温度 明显高度周边的温度 还另外一个细温 感觉怎么样呢 有一种明显的真实的感觉 热力拖到里面去 到底是表面热是里面热 没想到短暂的按压 竟然有这样的效果 这究竟是一种 什么样的救疗方法呢 像一个针一样 爱灸像一个针一样的操作 它就叫雷火神针 它既有爱灸的顺口作用 而且还有针刺的 按压刺激的行为 有刺激的作用 压力的刺激作用 就类似针刺的作用 所以它叫雷火神针 这种方法是医生里的针 他手上的 利用酒法 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的历史 相当久远 有研究认为 早在远古时期 人们就发现某些病痛 在温热的作用下 感到舒适 便开始探索 用火烧灼来治疗疾病 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 《皇帝内经》中 已经对酒法 有了确切的记载 不过在明代之前 人们大都是采用 直接酒的方法 就是将点燃的爱助 或其他药物 直接放在身体表面 进行酒疗 而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 在其著作《本草纲目》中 对酒法进行了细细的梳理 并加入了许多变化和创新 酒法李时珍本草纲目 记得很多 大概有二十几种 就是大的类型 它涵盖了所有酒法的 所有类型的 就是不但是爱酒 还是非爱酒 还是爱条酒 还是爱助酒 还是格物酒 都有 而且它还有很多创新的地方 其实雷恶神针 还有神针火 还有 这些都是李时珍首唱的 时至今日 酒疗有着各种不同的方法 不论是直接酒 还是间接酒 打都离不了一样东西 那就是爱草 而李时珍之所以对酒疗 多有研究 恐怕也与他的家乡齐州 也就是今天的齐春 盛产爱草有关 那么他在他的家 他的家软里面 种植了非常多的齐爱 那么他的齐爱 也研究非常广泛 在《本草纲目》当中 他收拾了齐爱治疗疾病的 复返案有52种 那么是在《本草纲目》 这1892种药物当中 收在复方最多的一个药物 爱草 是一种在田间地头 常见的菊科植物 分布也非常广泛 这样一种普通的植物 是怎样成为酒疗当中 必不可少的主角的呢 作为爱之外 用爱 它这个植物本身的特性 是有很密切关系的 因为爱的叶里面 可以起到荣 那么很多植物的叶是起不了荣的 所以这个 所以用爱荣来做爱灸的用处 就是灸爱条 爱柱 它才能发挥很好的作用 干燥后的爱叶制成爱荣 燃烧起来 火力持久而稳定 古人把太阳称为天之阳 爱称为地之阳 认为爱之火是纯阳之火 有着温通经络 扶正驱邪的作用 这爱草 真的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吗 现代医学认为 它有直泻和泻作用 还有这个止咳 平传化痰作用 那个它还有这个 包括增强免入力啊 还有抗过敏啊 那么 以及解锐症痛啊 等等 有它的作用 药力作用比较广泛 现在酒疗研究也非常深入 那么酒疗得提高人体免入力啊 以及在质痛啊 消炎啊 还有这个抗癌啊 以及这个清除这个养自由基 那么有抗杀脑等方面 它有很广泛的药力作用 爱调做保健 哪些穴位最合适 大拇指顶到这个位置 这个穴位呢 就是穴海穴 有补气穴的作用 爱荣的好坏 又该怎样分辨 程度低的话呢 它的这个里面有抽 抽它的杆 有梗 纯度高的爱荣呢 它颜色是金黄色 所以我们称之后 叫做黄金荣 请继续关注中华医药 端午寻爱 梅正清 是齐春县青石镇大乌村的村民 因为当地盛产爱业 梅正清 经常会帮村里的老人们 义务做爱酒 指导中国中医科学院 西院医院支卫病中心的主任医师 张进来村子里走访 梅正清 特意邀请他来做做指导 这边这个养老呢 有78个老人 能留着做 您觉得他们都比较适合 这个 都比较适合用这个爱酒吗 有的 有个本不用不适合 有个本人不适合 虽说爱酒是一种很好的养生保健方法 可中医讲究辩证实质 因人因时而异 并不是什么人都适合 那这个女性来得多吗 老年女性 男的多的 男的多 是吧 女的只有三个女的 男的多 而且还是老年男性多 不是年轻男性多 对吧 都有六十岁 五十岁六十岁以上的 六十岁以上的 这就是说男的呢 年轻的时候是阳气旺盛 老了以后阳气不足了 所以你看老年人 老年男性通常愿意晒太阳 实际上也是补阳气 那用爱酒来给他们补阳气 也还是非常好的 而女的呢 年轻的时候呢 是阴气旺盛 年轻大了以后呢 是阴血不足 所以老了以后 老年女性呢 是阳气偏旺 所以她不适合 适合做爱酒的人比较少 年轻女性是因为 阳气不足 所以呢 需要做爱酒的人多 所以这每个人 是变化不一样的 不一样 除了年龄上 要区别对待 因人而异之外 季节的变化也很重要 马上该到端午节了嘛 其实春夏之交 而我们身体变化呢 又适应不了 尤其是老年 老年人身体比较虚 适应不了这个节气的变化 在这个节气变化之前 我们给她做一些爱酒 我们提前给她预防 也体现了我们中医治胃病的思想 那如果这些人呢 没有疾病 没有身体上的不舒服 然后只是说体质上稍微偏颇一些 那在这之前就可以选一些 比如说像足三里 是吧 对对对 你常用啊 常用 除了这些常用的保健大学之外 张进还特别推荐了一个穴位 从这个膝关节 大拇指顶到这个位置 这个穴位呢 就是穴海穴 它也是一个强壮穴 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补养 调养作用 有补气血的作用 在梅正卿为老人做爱酒的时候 张进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 对我发现您也是 每一次聚谈灰的时候 这个手会放在这 放在穴位上盖住吗 盖住 您觉得是什么道理 一般学那个眼条拉走了 你谈灰 最后的这个软度就跑了 跑掉了 它更要差一点 就这个意思 这是我的感觉 应该是这样 就是因为你在穴位 那个爱酒的时候 局部温度是比较高的 然后你再把这个穴 那个爱酒拿走的时候 穴位上头 这个温度就容易 一个是凉下来 二是一个外界的凉风 容易 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觉得这个 把手摁在这儿 一个是对它的保护 还有一个 意识保护 减少 对 减少这个 你在糖灰过程中 对这个药效的一个损失 对 做爱酒时 在温度的作用下 毛孔处于打开的状态 因此 有几件事情 要特别注意 在我们做爱酒的这个房间里头 尽量在它爱酒过程中 不要有这种对流风 就像我们俗说的过堂风 还有一个注意事项呢 就酒完了之后 四个小时以后再去洗澡 再去冲凉 尤其不要一下子 这个地方 先受太凉的凉水擦 受凉 原来这看似简单的爱酒 有这么多的好处 看到这儿 您是不是也想赶紧自己在家里边 酒一下啊 别急 这爱酒的效果好不好啊 除了根据不同的身体状况 旋准穴位之外 这爱条还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呢 您看 我手上拿着的这几根爱条 它们看上去啊 这个长短大小都差不多 但是如果要是我们把镜头给到这儿 仔细地看一看 这里边的爱蓉的颜色却不太一样 那我们在挑选爱条的时候啊 究竟什么样的好 它们的区别又在哪呢 还是让我们跟着专家一起去学习一下 梅全喜是广州中医药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的主任中药师 临近端午回到故乡起春 又勾起了他许多儿时的记忆 每次感冒完 我父亲就用那个爱水跟我泡脚 那每一次泡脚啊 就感冒就会好 如果没有泡的话呢 有时候调皮不泡 这个感冒会加重 一加重就要去一软 吃药打针 那就感觉到非常痛苦了 所以我从小对爱的 还是有比较深厚的感情 工作以后 恰好有机会从事中草药方面的研究工作 梅全喜决定 把和爱业有关的事情弄个明白 这爱草虽然在齐春处处都是 需要时随时可以采摘 可按照习俗 只有在五月端午这一天的午时采摘的爱业 才是最好 这样的习俗是不是真的有道理呢 为了弄明白其中的缘由 梅全喜特意做过一个试验 在当午前后 不同的时间 包括不同的日份 我们都做了一个对比 那么就是在当午节采的爱业的 挥发油含量最高 那么在当午这一天当中 我们也采了早上 中午和晚上 那么不同的采摘时间的对比 那么结果就是中午的 挥发油含量比较高 爱草独特的芳香 以及它所起到的药理作用 和其中的挥发油含量 有着很大的关系 世代传承下来的习俗 果然有着特殊的含义 在对爱草的深入研究中 梅全喜了解到 这种植物从南到北分布很广 品种也不尽相同 其中可以入药的就有二十多种 而四百多年前的老乡李时珍 在《文草纲目》中记载 家乡的其爱为最好 这又会不会只是一种 对于家乡的情节呢 我们做了一个 燃烧放热量的对比 那么作为爱草的主要燃料 爱液 那么它的燃烧放热量 对爱草的疗效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比较结果 其爱的燃烧放热量 比其他国地产的 燃烧放热量都要高 那么所以用它作为爱调 它的疗效是非常好的 按照传统 采摘下来的鲜爱 不可以暴晒 稍微翻量 散去水分之后 就要收入通风的房间保存起来 这个是纪念的新爱 我看看这个好像是 应该是尘爱 这个大概有几年呢 差不多三年 三年 你看这个两个颜色就不一样 这个就新爱跟尘爱就这样出别 它的颜色方面来说 一般是新爱来就是颜色偏绿 尘爱颜色偏黄 那么你们平常用这种 新的爱来做爱调吗 那没有 我们这个一般都不采用 就是当年的这个新爱做爱调 因为这个传统啊 传下来的都是用这个尘爱做爱调 这个新爱必须入库 放尘了才能做 这就对了 因为我们做爱 只有用的这个爱 我们一般是要求 用三到五年的尘爱来做 当地有这样一句俗语 家有三年爱 郎中不用来 而孟子也曾经说过 七年之急 当求三年之爱 古人认为 用新爱做酒 容易灼伤皮肤 甚至伤及轻度 耗损人的元气 而放置三年以上的尘爱 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道理呢 现代医俗认为 就是尘爱放置了一段时间以后 这个爱里面的 比如叶露素 它会转化成叶黄素 还有爱里面的一些刺激性的成分 比如蜆类 它会通过纯化和纸化 转变成纯类或者是纸类 那么就没那么刺鼻了 所以它的味道更纯和更香 还有一点呢 就是现代研究 把尘爱跟心爱的 这个红外光谱 做了一个测评 心爱 它的红外光谱 是叫做软红外 而尘爱 它的红外光谱 是近红外 近红外更接近人的 皮肤的红外光谱 所以它更适合人的酒疗 效果会更好 但是这存放时间 并不是越长越好 时间太久 爱业当中的有效成分 也会慢慢挥发 影响酒疗的效果 所以存放三到五年的尘爱 才是最好的 当艾草存放到三年以上 就可以拿出来做艾融了 用传统的方法制作艾融 过程并不复杂 只是需要费些力气 在地酒里面 将艾叶反复锤打 然后用筛子筛出杂质 这个过程重复的次数越多 得到的艾融就越精纯 关于如何分辨艾融 梅全喜也是很有经验 那么我们怎么样判断 它这个纯度呢 那么摸一摸艾融 把艾融摸一摸 如果是纯度差的话 纯度低的话呢 它的这个里面有抽搭的杆 有梗 纯度高的艾融呢 它颜色是偏黄的 金黄色 所以我们称之后 叫做黄金融 没有任何杂质 所以非常柔软 为了方便使用 人们常常会直接选择 制作好的艾条 这时也可以通过一些小方法 来进行鉴别 看上去同样大小的艾条 其中包裹的艾融的重量 却不一定相同 应当选择摸上去比较紧实 而不松软的 另外从艾条的截面 也能看出明显的差别 艾融颜色发黄 没有杂质的更好一些 最后还可以将艾条点燃 如果艾条燃烧起来很均匀 有蛋白色的烟雾 味道浓烈 但不刺鼻 燃烧后的灰烬 聚而不散 那您就可以放心使用了 学会了如何挑选艾融和艾条 您可以自己选择合适的学位 来进行艾酒保健了 希望这散发着特殊香气的艾叶 能给您带来健康 好了 观众朋友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中华医药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